他是毛主席第一位办公室主任,毛主席能重新掌权,他功不可没。 李竹然这个名字,可能今天很多人都不熟悉,其实在我党国军早期,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大人物,担任过红武军团政委,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,还是毛主席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,很多重要决策都要征求他的意见。 李竹然1899年生于湖南乡乡,年轻时跟周翁来等人,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,后来又去了苏联的中山大学深造,甚至还在苏联加入了俄共,是在我党的高层领导中,可是不多见的。 1931年,李竹然来到中央族去,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,从此开始了跟毛主席的合作。 李竹然与毛主席的第一次相见,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当时,李竹然从上海来到瑞金,参加一个会议,可毛主席还没到,李竹然就问毛主席去买了,有人说去乡下搞调查了。 没一会儿,李竹然就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,还卷着裤腿,一脚的泥,李竹然以为这只是一个乡下农民,却不料这个人却上去握住了他的手,爽朗地说,我就是毛泽东,欢迎你来苏区工作。 李竹然一下子愣住了,他虽然很早就听说过毛主席的事迹,但怎么也不会想到,毛主席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他。 但很快,李竹然就被毛主席超人的风度折服了,从心底里认定这是个明军,毛主席也非常欣赏李竹然,不光是工作上的事,在生活中也跟他形影不离, 什么事都跟他商量,后来有一段时间,毛主席大拳旁路,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说远他,但李竹然仍然经常去看他,有好心人劝他不要惹麻烦,李竹然不但不听,还训斥那些人,毛主席有什么错,没有他,哪来的的胜利,你们这样对待毛主席,早晚要后悔的。 由于此,毛主席得了重病,医生太忙来不了,李竹然就亲自跟着老乡上山采药,采回来之后又亲自煎药,尽心尽力地俯视毛主席,把主席感动得几次落泪。 李竹然在红军中的地位也不低,曾担任过红衣军团政治部主任,代理政委,跟林彪,聂荣贞,罗荣环等元帅平起平坐,后来又担任红武军团政委,但他经常对人说,只有走毛主席的路线,红军才能取得胜地。 他的这个愿望,终于在尊义会议时得到了实现,而他也亲自见证了毛主席的重新掌权。 当时,红军刚刚攻占了尊义城,急需开会决定红军的军事指挥权,周恩来专门给红武军团发电报,让军团政委李竹然来参加会议。 在这次会议上,李竹然激动地拍着桌子,抨击极左分子瞎胡闹,说,要不是你们只上谈平,负责殿后的红武军团,怎么会牺牲这么多人? 事实证明,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,就是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,要想挽救红军,必须要让毛主席重新出山。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,毛主席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心,及时挽救了中国的命运。 可以说,李竹然功不可没,毛主席带领红军胜利走完了长征,但李竹然却迎来了第二次长征。 当时,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事后,李竹然被调到了红四,先后担任红四政治部副主任。 主任,西路军成立后,也使西路军政治部主任,跟徐向前总指挥一起习争。 西路军受挫后,李竹然又和李先面一起,把剩下的两千名战士集合起来,千里突围起连山。 当时是冬天,李竹然的大胡子都冻成了兵,更要命的是没有吉阳,全是寸草不生的冰天雪地,比红军长征时还要艰苦。 李竹然就带着大家啃皮带,挖草根冲击,为了让大家保持斗志,李竹然还编了一首《微微格格奇连山》,带着大家一起唱。 后来很多当事人都说,如果没有这首悲壮激昂的歌曲,很多人就倒下了,再也起不来了。 李竹然后来也回忆说,我当时就想过,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,我也要唱着《微微格格奇连山》走回延安。 当李竹然终于抵达延安,重新见到毛主席的时候,两人抱头痛哭,这种感情,今天的人是很难理解的。 1955年受闲时,李竹然因离开了军队,没有军衔,否则,以他在红军时期军团政委,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级别,至少也得是上将,给个大将都无可厚非。 但李竹然丝毫都没有感到遗憾,用他的话说,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,继续为人民服务,比什么都强。 1989年,90岁高龄的李竹然逝世,根据他的遗愿,李竹然的部分骨灰,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七连山脚下。 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味历史,Mash of the 108。